在搶网的时候能够结合一些中半场 开始女人在搶网的时候主要是强 希望女孩子在前面跳球 但是现在就把球尽量往女孩子身后去抹 前半场的意识双方还是很强,都是要再强 那柳云星这球质量不高 现在在场上比较多出现的还是这种多拍的过渡性球 所以打这些球一个注意球的质量再一个 在打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注意减少失误 4,6 那其实也很矛盾 又要希望把球拉得更加边更加刁钻一点 但是你要拉得那么边又容易出界 这是要靠你自己的基础技术 在平时训练的一种 有能力 对 对 你看 这样 失误 你就变成你 连续的丢分 来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好像是碰了一下网 可以注意到韩国的组合现在很多球都是往马来西亚南的队员陈炳顺身上打 反正吴柳英现在在往前呢好像没什么事干 但是有时想帮一下忙呢又很容易出错 尽管马来西亚的组合是先拿下第一局 但是现在决战局呢现在谁胜谁负才刚刚开始 决战局差点出场 刚好戒外 开出比较多这个来回也非常精彩 速度打得相当快 这个球下来之后我看 陈炳顺有点吃不消了 双方都是抓紧 喘息一下 连续的高速这么来回的前后场左右的一个奔跑 的确很累 哎呦陈炳顺现在不太顺了 9比5 9比5 而注意到金炳顺的连续几个当他发球的时候 他都是会突然发后场来破坏对方的揭发的节奏 看来这是招一 现在10比5的领先 看看这一个还是不是发到后场去 他这个作为一种配合的一种战术球路 但是不可能经常会出这些球 要不人家站在前面 中心已经往后移了 好五六云总算又打回一个 这个球很高 这两倍的连贯很快 因为毕竟你一场球里面真正的 有主动杀球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要打这种 罚接罚的平抽过渡啊 这种连贯 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抓住一些机会球 来得分 所以这里面呢就要排出一些比如说质量差啊 失误啊 漏啊两个人 互相让球啊 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球 六分之前还差不多 打到六分之后呢 韩国队突飞猛进 很明显呢 打到第三局 前半段 这个韩国队组合的优势是体现出来了 但是能不能保持到第三局的后半段 这也很难讲 因为刚刚提早出现这个体力啊精力下降的是 可以讲是陈炳顺了 但是如果他能熬过来 这种体力精力的问题留给柳颜辛或金炳针的话 可能是有点机会去搬过来的 你看到乌柳英在不断地活动自己的膝关节 今天尽管印度没有一个单向能够进入到决赛 但是看到满场的观众还是很多啊 对 看来他们还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 其实印度很久以前就是一个羽毛球发展的 不错的一个国家啊 老的应该有跑拉卡式啊 看来是不是乌柳英 乌柳英是不是有点 按道理 交换场地要马上打 看来叫裁判长过来了 是不是决定乌柳英的膝关节 刚才跟他活动的几下 齐全 全场都静下来 注意马来西亚的队员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脸严峻的表现 他现在应该有时间给他第一次 医生进场治疗疗伤的吧 可以 马上来了 如果你这次放弃了医生的疗伤 你到下一次那你就违规了 下一次医生就不能来了 实际上运动员他的 伤的程度 是要知道的 他自己也很有 心里很有术 行不行能不能继续打比赛 看来是五柳英的膝关节 刚才 我注意到他在场边 不断的在活动自己的膝关节 我注意到他在场边不断的在活动自己的膝关节